日本人有时候看起来真的很奇葩,但又让人不得不佩服。 有些发明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但是日本女人却非常喜欢。 真的太奇葩了,有一些发明日本人妻做菜类的时候就可以做上去, 而双腿也会夹住座椅,日本的人妻就可以得到放松。 这就是日本发明的人妻座椅。 以及解压棒与机械臂裙子和大肠充电器只能小拉链。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个非常开放的国家,各种稀奇古怪的发明。 首先是女性解压棒,这款解压棒操作简单,只需要拨动一下就会在桌上跳动。 很受日本女性的欢迎,被称为最解压的神器。 专门为女性所设计的人妻座椅。 日本的人妻座椅只有一个指点造型,类似自行车的底座,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双腿做辅助。 顺着椅子的方向坐上去,这样就可以缓解日本女性的疲劳。 虽然看上去非常尴尬,但是这款椅子的诞生给女性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深受日本女性的青睐。 排名第三的是智能小拉链,这款拉链只需要连接手机蓝牙,然后一键按下去就可以自动将拉链拉起来。 可以说非常的方便深受日本女性的喜欢。 排名第四的是机械臂裙子,这是一款防狼神器。 当色狼伸手过来的时候就可以控制机械臂前驻。 他甚至可以命中要害男性看完后都害怕。 最后就是猪大肠充电器。 它是由大肠组织代替充电线在充电的时候会随着电流像大肠一样上下蠕动。 看着非常恶心。 不得不承认日本这个国家奇葩的设计发明真多。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关注我。